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黄仁杰 海航董事长王健日前离奇坠亡 引发各界猜疑不断 认为他的死因并不单纯 而生前最后专访他的中国经济周刊 昨天透露了王健在受访时的异状 表示当时他的笑容难掩焦虑 一直感到不安 似乎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早有不相预感 海航董事长王健 7月3日在法国南方风景盛地 离奇坠亡引发的猜疑不断 生前最后专访王健的中国经济周刊 周四透露了至今尚未发布的内容 报道中形容王健受访时的笑容难掩焦虑 而且一直感到深切不安 甚至还访问媒体 如果有人要害你抢你的话 你给不给 王健这是接受媒体访问 就连海航内部也感到意外 因为这是作为海航联合创始人王健 25年来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这个专访是在4月12日 与海航总部大楼的30楼会议室中举行 访问时间长达4个多小时 王健之所以会接受专访 是为了做到不回避任何问题 希望直接面对外界所有质疑 包括当时引发海内外震撼的海航事件 敏感的股权问题 以及种种神秘的房地产交易 还有王健本人称为不便对外公布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中指出 在初见记者的开场白当中 王健便主动提起过去一年 让海航陷入焦头烂额的质疑 就像是压抑已久的委屈一吐为快 在十九大召开的前几个月 海外媒体纷纷报道着中共内斗激烈 外界分传海航发家和黄岐山关系密切的问题 也被认为这是海航陷入权斗的一种表现 对此王健也断然回应表示 如果海航是攀附任何一个权贵的话 那么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 王健也讨厌外界总把海航与明天系及安邦做比较 认为海航和这些企业有本质上的区别 明天系与安邦是以保险金融为主 而海航是以实业为主 两者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但自从2016年起 海航就陷入了一系列的丑闻 负债累累海外并购被查 而融资困难来卖地套现等等 王健对此表示做企业很难 好也不行坏也不行 认为做好了有人来抢 做坏了则有人害你 还反问媒体说 如果别有用心的人要来害你抢你 那么你给不给该怎么办 报道中指出认为王健这种不安感 是来自于险恶的商业竞争 还是由其他方面则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不安感在很大的程度上 影响了王健对股权处置方式的选择 陈锋与王健各拥有海航14.98%的股份 而磁航公益基金会则拥有超过一半的股份 王健曾经透露基金会由他提议 如果股权人死亡或是辞职 就必须把股权交回基金会 海航后来也据此发表了声明 而现在董事长王健已经意外身亡 根据上述的声明 王健所拥有的海航股份将归基金会所有 现在究竟如何发展也引起外界的各种揣测 而海航引发的争议也还没有终结 学者荣健认为海航必须向社会大众回答疑虑 根据彭博社的报导 海航的债务高达6000亿的人民币 虽然北京当局决定抢救海航 但最后是否能够获救也很难断定 但既然海航已经是私人企业 为什么还要用举国之力来拯救海航呢 新闻时时报记者陈玉山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